現在宣佈開會 首先進行報告事項 請醫師人員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交通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事錄 時間109年3月9日星期一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二十分 3月11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分至十二時二十九分 3月12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二分至十二時十六分 地點百月紅樓二零一會議事出席委員承諾部等14人 列席委員林德府等39人 列席官員3月9日交通部部長林佳龍等 3月11日行政院觀光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哲成等 3月12日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楊宏志等 主席陳昭及委員學生 3月9日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議事錄確定 邀請加農部部長林佳龍就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下觀光產業現況及未來復甦 振興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本日會議由加農部部長林佳龍等報告後 既有委員陳歐珀等26人提出質詢 均勤加農部部長林佳龍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覆 決定一報告及審查完畢 二我願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或會及答覆部分請加農部盡速以書面答覆 通過臨時提案八項 3月11日邀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哲成 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本日會議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哲成報告後 既有委員洪孟凱等16人提出質詢 均勤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哲成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覆 決定一報告及審查完畢 二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或會及答覆部分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盡速以書面答覆 通過臨時提案兩項 3月12日邀請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楊宏志 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本日會議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楊宏志報告後 既有委員吳明哲等13人提出質詢 均勤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楊宏志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覆 決定一報告及審查完畢 二委員劉兆豪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三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或會及答覆部分請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盡速以書面答覆 通過臨時提案兩項三會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對議事錄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議事錄確定 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本日會議的議程 邀請交通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就國家災防預測監測及告警辦理情形 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另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內政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列席宣讀完畢 現在請交通部黃次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媒體先生小姐各位在場的同仁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榮幸應主席跟大會的要求就交通部在災防預測監測跟告警進行專案報告 首先在氣象局部分 氣象局近年持續增建降雨雷達 增加豪雨預報頻率 並且跟地方政府召開輔助停班停課決策系統的視訊會議 發展一公里解析度的數值預報模式 提升風雨預報的準確度 在地震預測方面 地震度的分級新制度在今年的1月1號開始實施 目前總共分成10級 讓地震的描述更符合實際的感受 也能夠有效提升震度範圍跟災害位置的關聯性 當有感地震發生的時候 告警系統會在15秒內透過手機 透過電視台的插播以及網路通報來進行全面性的發布 未來氣象局將持續擴建東部海域 以及南部外海的海底電纜系統 並且建置10秒內發送地震預警的資訊 在本部其他各單位的工作方面 本部其他各單位包括陸海空管理單位 目前也已經跟氣象局合作 擴大相關的科技系統的開發 並且建置多項科技防災輔助系統 加強災害預警防範措施 比如說 台鐵局目前已經導入智慧化地震預警技術 並且建立邊波改善系統 建立邊波告警及維護管理系統 高鐵局跟鐵道局也已經建立災防系統 包括對天然災害邊波地層下限的防範 公路總局完成建置疏發改隧道影像偵查系統 並且在今年年底會完成所有特殊橋樑 力所的集池監控 也將建置落石告警系統及藍石網 高速公路局導入新式橋樑科技監測技術 並且與氣象局合作 共同研議建置雨量監測系統的設置 並且在今年度將持續來增加增設雨量計 邊波穩定性的這個線刊 在航港局方面 目前持續推動智慧航安服務系統 規劃建置彰化封廠航道船舶管理系統 以及智慧航安資訊平台 民航局目前已經建構完成24小時氣候 預警監測應變機制 並且在去年新的桃園國際機場塔台的工程上面 已經完成建置整合氣象資訊系統的航道自動化管理 以進一步來強化飛航管理的服務 以上是針對各個機關單位 最近三年來的一些新的發展的檢要報告 以下如果主席同意 本部就邀請季堅張錘榮先生向大會提出報告 請交通部張季堅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交通部就國家災防預測監測及告警辦理情形提出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交通部持續努力強化防災科技運用 以提升防災預警及災害應變決測之速度及效能 以下緊就氣象預測及交通運輸單位防災預警方面說明如下 氣象局當前重點工作推動情形在氣象地震測暴及預警方面 在氣象監測網 氣象局原有四座氣象雷達106至107年 分別增建南部及中部兩座降雨雷達 108年12月再完成北部降雨雷達 加上已建立全台地面自動測站563站 閃電落雷偵測系統25站及海上浮標11站即時監測天氣 在強化豪雨預警作業方面 108年啟動降雨預警新措施 於大規模或激烈降雨事件 仿颱風警報 將降雨預報更新時據由逐六小時加密為逐三小時 以及提供三小時定量降雨預報 並規劃與地方政府 於有停班停課決策需要時進行視訊聯訊會議 108年共啟動四次大規模豪雨事件作業 強化資訊提供方面 107年起於颱風或大規模豪雨影響前之關鍵時刻 邀請縣市首長或代表透過視訊會議進行天氣簡報 充分溝通以降低資訊落差 108年於立騎馬白鹿及米塔颱風期間 共辦理五次視訊會議回應 縣市政府提出之問題 在預報能力提升方面 氣象局颱風陸軍預報能力於美日等國同步精進 108年24小時颱風陸軍預報誤差77公里 在災害性天氣災防告警部分 針對食慾量100毫米以上之大雷雨 以及颱風中心抵達前兩小時可能出現 12級風陸或14級陣風之兩種災害性天氣 分別於105及106年底上線啟動 利用細胞廣播災防告警 與即時電視推播等管道快速預警所在地之民眾 在強化高溫與低溫資訊發布107年6月15日起 發布高溫資訊分為黃澄紅燈號 提醒局部高溫 108年11月起在針對低溫不同型態 將低溫特報發布黃燈、澄燈及紅燈等三等級 加強航海市井 在大雷雨新增短時強降雨標準方面 蒸列三小時累積於亮達200毫米之豪雨特報 短時大豪雨標準 並至今年3月1日起實施 在測進作為部分 課證配合高速運算電腦更新計畫 積極發展1公里解析度數值預報模式 以提升風雨預報精確度 另外持續增建自動氣象站 降雨雷達站更新原有雷達病醫行政院 108年8月13號 含核定之新興中長城計畫 申請科技計畫預算 計畫預算以採購新一代高速運算電腦 精進數值預報 在地震部分地震監測部分 中央氣象局位加強地震與海嘯的監測能力 持續建置各式地震觀測站 目前地震監測網共166個車站 其中包括62個景下地震觀測儀站 與3個海底地震以觀測站 計時監測地震 另外台灣強地動觀測網目前有737個自由場強震站 所收集的資料除了可以用於改善現有 改進現有耐震設計規範 亦可計時獲得台灣各行政區的觀測震度 以強化可以強化防災救災功能 地震震度分級新制 今年元月1日正式實施延續採用 0級至7級將5級細分為5弱5強 6級細分為6弱6強 合計共10級使得震度描述更符合實際感受 有效提升高震度範圍與災害位置關聯性 在地震通報方面 有感地震一般在15秒內透過手機細胞廣播電視台 插播蓋台網路通報等方式發布 迅速將地震消息傳給學校公共設施單位 在強震即時資訊發布管道 目前由災防告警細胞廣播系統 電視台蓋播插播網路軟體推播等管道 即時將地震訊息傳給民眾或單位 以今年2月15日花蓮縣受風箱規模5.5的地震為例 其速報時效在16秒內透過網路推播傳給學校公共運輸單位 救災單位和災防產業 以下請參與 在側進作為部分 東部海域海嵐觀測系統已完成115公里的海嵐鋪設 和3座觀測站的建置 預計今年底完成580公里的海嵐鋪設 並新增6座側站 累計完成695公里的海嵐和9座側站 建置10秒地震預警系統 當台灣島內或是近岸地區發生規模4.5以上潛程地震時 目前平均可餘地震發生後15秒 快速完成初步震央資訊 包括發震時間、位置、震源、深度與規模大小等 為精進地震速報效能 透過增加計時觀測站 調整測站分布密度與改良島內 與外海震源資訊 解算模組等方式 預計在今年4月初 可以在地震發生後10秒內 對外提供地震預警資訊 縮小地震預警盲區 對距離震央30公里以外民眾 提供預警時間 以在第一時間採取緊急應變 規劃建置南部海域海嵐觀測器 建於台灣南部海域馬尼拉海溝 有引發大地震 大型地震海嘯的潛視 為強化該海域之地震與海嘯監測預警 規劃建置南部海域海嵐觀測系統 本工作執行期間 自民國110年至113年 規劃沿著馬尼拉海溝東側 鋪設800公里長的海嵐 並建置六座海底地震海嘯觀測站 經由該系統建置延伸海嵐觀測系統 至台灣南部海域 以強化該海域地震海嘯的監測能力 提升強制即時警報系統的效能 對震源在南部外海之災害性地震 可增加該海域的地震海嘯預警時間 提高地震定位準確度 降低這些災害對我國之衝擊 三交通部所屬鐵公路運運機構災防預警監測應用情形 在台灣鐵路管理局部分 與氣象局合作建置客製化激烈天氣監測系統 其功能為24小時自動化預警 客製專屬警戒標準 並重點監控59處路段 重點監控橋樑14處 再由監控台監測雨量 達警戒值進行現場確認 達行動時採取必要慢行或停止措施 以下請參閱 另外與氣象局合作建置強陣觀測站及地震速報系統 與環島鐵路建置強陣觀測站43站地震震度警報器58個 並由中和調度所監控地震達三級強起列車開始限速 五級強時列車行駛 再與中央氣象局合作地震速報系統優化 兩局簽訂108至109年地震測暴合作協議書 前面更新地震震度警報器及地震速報系統指中心升級 以下請參閱 請參閱 在鐵路邊坡改善計畫部分 前線危險性邊坡路段以改善 以完成監視器14處傾斜記及位移記監測4處設置 前線邊坡檢測分級已於108年6月完成 並根據檢測分級辦理儀式不穩定的B級邊坡補強工程 藉此降低台鐵局之邊坡災害 並預定今年6月底完成對儀式不穩定邊坡的設計 預計在111年底完成補強工程完成全部改善 在推動邊坡告警及維護管理系統建置部分 新建25處監視系統及邊坡維護管理系統 以108年7月4日開工今年2月20日辦理監視域功能測試計畫 測試完成後繼續辦理規劃及設計作業 預計今年底完成基本規劃設計 110年6月前完成細部設計 111年底前完工 以下請參閱 在台灣高鐵公司辦理情形部分 在災害告警系統 為預防天然災害及一路提呈現點等災害 對高鐵營運安全造成影響 平時以針對可能影響之災害進行監測 包括天然災害偵測與預警系統 邊坡安全監測 地層下線監測 以及橋墩結構監測等 在天然災害偵測部分 沿線設有包括風速計 雨量計 水位計 地秤偵測器 闖入偵測器 邊坡滑動偵測器 及落實偵測器等災害告警系統 在邊坡安全監測方面 為降低邊坡灘滑 對高鐵營運安全的影響 高鐵公司自2007年營運開始季 對沿線邊坡辦理定期人工量測 及偵測自動化監測站 以加強對邊坡監測 以下請參閱 在地層下線監測部分 因為地層下線之性質屬於廣域性 緩慢成降為長時間逐漸漸發生 並非短時間立即發生 目前高鐵公司已經委託專業單位進行 長時間監測其評估 疊至目前為止監測結果 皆於標準之內 對營運安全不會造成影響 在橋墩結構監測部分 高鐵橋墩結構監測之目的 在於監測橋墩是否發生下線或傾斜 適時提供預警 以其保障高速鐵路行車列車行駛安全 在地震早期告警部分 高鐵自建置地震偵測器 具有兩種形式 第一種為主要地震偵測器 第二為負地震偵測器 主要地震偵測器 約每30公里設置一處 操作方式以電子室及機械室 並行共有12處 負地震偵測器 約每5公里設置一處 操作方式為電子室 共有40處 以下請參與 這個系統在2018年底前 2018年底完成第一階段的建置 2019年進行系統測試驗證 尚未接接列車自動控制系統 全線設置上要觀察測試及第三方驗證後 預估約兩到三年預期效益可連接列車自動控制系統 使列車騎提前煞車降低地震災害衝擊 在公路總級辦理情形部分 包括氣象資訊系統建置與氣象分析註點服務 請參與 在前時高風險路段自動預警系統部分 前時掌握氣象情質強降與動態 系統自動化對比 比對監控高風險路段 當降雨警戒門檻 當降雨 當降雨打警戒自動門檻時 自動發送簡訊提示管理人 並有小時累積與亮圖自動篩出強降雨路段 最後將強降雨路段比對邊坡分級 若為B級以上邊坡 自動發送簡訊警告 在等證圖快篩強陣區內的道路設施 當氣象局發布有感地震系統借接 國家災防科技中心等證圖 並自動化篩選證度 四級以上道路設施 然後發送通知與公路管理人 公路管理人在接貨通知後 可立即啟動巡檢機制必要時執行封橋封路 在流域管理之雨量監測預警執行效果 以107年0823水災巴掌溪流域為例 請參閱 在蘇花改隧道影像偵測系統部分 當隧道自動影像系統偵測隧道內影像後 將進行影像分析其告警事件 包括逆行車輛、散落物、車輛異常停留 行人異常通行及煙霧事件 交控中心接貨即時偵測事件後 將聯絡相關單位 迅速排除 109年底全速完成 特殊橋樑鎖立即時監測系統 公路總級為強化28座聚鋼鎖 所知特殊橋樑安全管理 就有28座聚鋼鎖橋樑 全速裝置即時監測系統 目前已有四座橋樑裝置完成 預定今年上半年可再完成五座 其餘將於今年年底以前完成 通訊訊息通告服務策進作為 請參閱 在公路總局並建置 落實告警系統及藍石網 針對落實來源上無法確定 或機械能量無法到達之邊坡 108年已完成13處的路段 落實告警系統設置 今年再 將設置兩處以逐步提升公路邊坡的安全性 保障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 高速公路局辦理情形 在重點設施監控部分 包括橋樑邊坡交流道及強風管制路段 請參閱 在橋樑科技監測部分 以干涉合成孔徑雷達記錄橋樑變位三處 另外也以遙控無人機運用三維建模 運用於中砂大橋耐鴻雨 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 此外也以無限追蹤例子埋設 有效回報計時深刷 既有四處 在國道邊坡自動化雨量建置部分 目的在提升特別行查啟動準確度 以達到防災預警效果 108年起與氣象局合作共同 研議雨量站的設置規劃 在今年持續辦理增設雨量計的邊坡場指線刊 並召開邊坡雨量資料的需求 研商會議 在國道防災資訊系統運用部分 除了防災應變資訊外 也建立地理資訊決策資源系統 在航港局辦理情形 主要在安全警戒區及智慧航安服務計畫 為預防海難災害發生交通部 以依海域風險因子 於北部南部及澎湖海域 規劃安全警戒區 並建置航安監控系統及 提供海氣象廣播服務 掌握船舶動態 針對偏離航路近岸航行等高風險船舶 及惡劣海氣象 主動市警以降低海難風險 令目前積極推動智慧航安服務計畫 規劃建置彰化封場航道 船舶管理系統及智慧航安資訊平台 以建構完整支航安管理網路 強化我國海域船舶航行安全 在民航局辦理情形 主要在完善氣候監測機制 以及預警機制 還有航管的自動化系統 在機場設施部分 桃園等機場 除強化防汛應變演練程序 訂定演練計畫 並落實機查巡檢機制及改善基礎 設施防災能力等作為外 並以建構24小時 氣候預警監測及應變機制 隨時監控機場設施及水位 一旦達警戒標準 隨即啟動應變 以掌握救災先機 另外在108年 已經在桃園機場新建塔台建置 具有整合氣象資訊系統功能之 航管自動化系統 進一步強化飛航管制服務 以提升飛航安全 為應運氣候變遷帶來之極端天候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各交通運輸單位 持續應用最新科技 投入災害預警及防災措施 將災害發生時之生命財產損失降到最低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會議支持指教 謝謝 現在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消除密報告 請盡量的簡短 請盡量的簡短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 今天應要列席 貴委員會 就國家災防告警辦理情形 提出專案報告 進行指教 前言 日本在100年3月11號發生 太平洋附近的大地震 引發帶海嘯的大規模災害 那日本的地震速報系統 透過行動通信的細胞廣播服務 傳送告警訊息 那發揮了預先通知的功能 在102年的A21號 在外防救委員會16次會議 主席財事 防救災告警細胞廣播簡訊 請通傳會及各部會 這個系統 我們在105年6月開始測試 106年的1月開通 一直到現在 那整個告警系統的重點 第一個是 它的架構 架構分為四部分 首先是它的政府 防災訊息的產生 這是由政府端各部會產生的 送到訊息匯整與派送端 就所謂的CBE 這個是我們的國家 科技部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所負責 那麼再送到五大電信業者的 細胞廣播控制中心 那細胞廣播控制中心 再透過機體來傳送給 最後一個單元是應用端 也就是手機端 那各部會的分工 第一個是 所以行政災訪辦 它負責各部會的協調 那各部會或者各政府機關 有告警的訊息 需要傳送的話 需要先向災訪辦申請 經過審查 同意後才可以使用 那再來主折機關 目前有國防部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內政部 交通部 衛福部 原整委員會 及22個縣市政府 總共有30個機關 有發 產生告警的訊息 那總共有22種訊息 那再來是 內政部的消防署 它負責把這個系統 納到防救災雲裡面 那科技部剛剛提過 它的防 國家防災防救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它負責興建整個 所謂的訊息廣播的平台 那它制定了訊息的交換格式 還有CBS的訊息碼等等 那最後一個部分 是通傳會負責的 那我們負責 都請行動寬頻業者 配合辦理 來傳送訊息 那訊息的來源 總類分為四個總類 第一個是國家級的警報 那這個就像 五級上的地震 像空襲警報 或者飛彈空襲警報等等 那第二級是 第二類是緊急警報 如災害防救業務有關的 疏散避難警報 爆炸工業火災 重大災害警報等等 那第三個是警訊通知 那是比較沒有迫切性 但是跟民眾生活息息相關 像氣象局的大雨特報 或者是封路警報 或者是水庫要放水 或者是土石流 或者疫情通知等等 那最後一類是測試用的 那是通常會在負責 督勤業者隨時要做測試 那測試防災告警系統的使用 那訊息來源 剛剛有提過 總共有30個機構 或機關在使用 22種訊息 那第三個要報告的是 防救災系統 告警系統的辦理情形 從106年1月到目前為止 上個月底 總共發送了 兩萬八千多折的告警訊息 那第二個是測試的情形 我們業者每個月都會做例行的 小規模的自我測試 那未來我們規劃在1月5月9月 會進行全區的測試 結語 手機是現今民眾最普遍 也是最依賴的電子產品 那通常會督導行動業者 那確實運用行動手機的細胞廣播技術 來即時告知災害即將來明 讓民眾立即避災防災 以上請各位委員 不定提供意見 並請批評指教 謝謝 好 謝謝蕭主委 現在進行尋答 先宣告以下四項 尋答時間 初期委員8加2分鐘 列期委員6分鐘 暫定10點30分 休息10分鐘 委員發言登記於10點30分截止 各位委員如果有提案 請在10點鐘以前提出來 以便議事人員會整 我們中午原則上不休息 現在請登記發言第一位的 李召集委員坤哲 謝謝陳雪生召委 請請請請主席 請王政策 援像局 葉局長 還有NCC小祖命 有請 委員長好 市長好 局長好 祖命好 我們台灣是位處環太平洋的地震帶 其實地震非常的平緩 我們根據統計 我們每年的平均地震 大概有三萬六千次 那有感地震也幾乎將近有七百次 平均 那我們現代的科技 對於地震還是無法預測 那政府最重要的責任 就是觀測以及預警 來降低地震所帶來的 這樣的一個災害 那我們 對於相關的地震的觀測系統 在過去2011年之後 福島大地震之後 那我就一再地督促氣象局及交通部NCC 要盡速地建立災害的告警系統 那我們看我們台灣的這樣的一個地震的分布 我們看到東部的海域 還是我們地震的一個主要來源地區 那規模六以上的地震有百分之七成 就是有七成以上是來自於東部的海域 那規模七的地震有八成是來自於東部的海域 那有很多的專家學者 對於琉球海溝啊 大家是認為 甚至是有規模八以上的高潛式的這樣的一個地區 所以我們對於相關地震的預防 海底電燃的鋪設 相關地震儀 還有這個海嘯偵測儀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海嘯偵測儀也是因為 我們有相關海溝的這樣一個地形 那在這邊在過去我們一直要求啊 這個災訪告警系統 收到訊息 民眾收到訊息的時間啊 還要再縮短 那在去年的4月6號 2019 4月6號啊 氣象局有做相關的流程的簡化 那現在大概是從這個15秒到16秒 已經縮短到這個9至10秒 那大概縮短了大概4至5秒左右 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但是我這邊要請教一下葉局長 我們跟日本比較起來 日本相關的災訪告警啊 是比我們部署的更早更周全 而且他們民眾收到訊息的時間也更短 那當然有一些基礎上的不一樣啦 當然你收到P波或S波 相關的這樣一個震波來源的不同之外 日本啊 大概是經過兩個站點的確認 他們就發送相關的災訪的訊息 這樣一個簡訊 而且啊 它的準確度的確是比較低啦 那也有可能同一個地震 民眾會收到7至8個訊息 都有可能 那台灣雖然比較嚴謹 但是時間比較久 就是說我們用的是要六個站點的確認 那六個站點的確認 那我們基本上都是以一次的訊息為主 當然如果以日本的模式 移到台灣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可能會造成擾民 或者是引起民眾的恐慌 但是這對災訪的一個預警跟災訪的意思啊 台灣還是落後於日本啊 這個請局長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如何再縮短相關的 這個訊息時間 以及增加它的準確性 是 謝謝委員 過去對地震預警這一部分 給氣象局非常多的支持 那有關於要進一步縮短這個預警 那剛剛委員有提到就是說 從今年4月6號 我們就要正式的把我們一個新的系統 把它上線 也就是說我們在預警部分 大概在10秒左右 能夠得到這個地震的資訊 那接下來要進一步做的 剛才委員事實上有談到 就是說採用多少個站 會決定這個精確度跟這個時間的快慢 所以這部分氣象局往後會進一步 遵照委員剛才指示的 就是說進一步來看看 就是一方面就是說 看能不能縮減站 也能達到相當的準確度這樣 另外一方面也 民眾也需要透過一段時間的適應 就是有些一些新的措施 要是一下子這種誤報率太高的話 說不定會有一些不好的影響這樣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氣象局的同仁也正在研究 就是怎麼樣更有效的 即使用相同的站 這個時間也要進一步縮減 另外一部分的應用就是 現在有一種方法叫做區域型的 有一本叫做現地型的 某些使用可能是用局部地區 一兩個站就能夠用這樣的做法 好 謝謝局長 那相關4月6號的這個流程的簡化 是今年的4月6號 是的 好 那做一個更正 那我們在這邊也要肯定氣象局 我們在簡化流程縮短相關民眾收到 這個防災的訊息 能夠更加速收到的這樣一個時間 那在氣象局有做這樣的一個努力 我要請教NCC小祖密 我們對於業者 日本的業者發送的這個時間 大概3秒 那我們台灣大概要4.5秒至6秒 那我們能不能要求業者 來做相關的一個技術的提升 或者是再縮短這樣一個 細胞廣播系統 到民眾手機的這個時間 能夠更加的一個縮短 來小祖密說明一下 是 合法委員 基本上我們跟日本一樣的 我們在告警平台一直送到用戶端的手機 目前4G是3秒左右 沒有錯 已經盪到3秒 已經盪到3秒了 這是有做一個提升的進步 在什麼時候有做什麼樣的一個措施 以前因為是3G系統要到5秒 好 3G到4 那未來到5G的時候 這個時數是不是可以更加的一個縮短 5G的初期 因為它跟4G是混合的網路 所謂的non-stand-alone 所以時間上 因為還是4G在 4G跟5G 並行的時間大概要10年 這個不一定 要看它技術的發展 那我們NCC還是有責任 因為氣象局做了努力 有縮短這樣的一個時間 我們NCC也要要求業者 因為接下來到5G的時代 相關的物聯網車聯網 以及相關的這樣一個連結的技術 應該速度還可以再更快 這個要繼續的加強督促 那我們請教一下業局長 就是這個海底電纜 我們現在第三期580公里 大概在3月的時候 在這個月已經開始鋪設 供期大概40天吧 這部分要跟委員報告 我們是3月底會開始布建 所以我們在3月底的時候 有一個類似於開工這樣的一個儀式 3月底布建 那整體的580公里 從東北角東部的海域 經過恆春半島到仿山的 這樣的一個上岸 大概什麼時候能夠整體的完成 我想應該是在兩個月 就開始布建之後 兩個月應該可以 兩個月布建 是海底電纜的鋪設完成 那相關的地震儀跟海嘯的觀測儀 什麼時候可以整體的完成 加入整個預計的系統 我們會需要進一些測試的時間 所以應該是在今年底以前 應該都可以來運用這個系統 那我們在過去 我一直有要求 我們氣象局 針對東部的海域 有進行一個海底電纜的鋪設 因為這個海底電纜 它有地震儀 有海嘯的偵測儀 它在第一時間 就把相關地震的訊息 傳到我們氣象局 以及災訪辦 災訪中心 然後再經由 這樣的一個細胞廣播系統 傳送到我們相關民眾的一個手中 所以海底電纜的鋪設是非常的重要 剛才我提到 規模六七成以上 那規模七有八成以上 在東部的海域 那南部的海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電纜應該相關的偵測儀 也必須相關的鋪設 那我們向南延伸八百公里 這樣的一個工程 在過去也一再的督促 氣象局也極力的為你們爭取相關的預算 那這個工程對於南部海域 對南部的民眾來講 相關地震的偵測是非常重要 而且也跟菲律賓 我們兩個國家都可以 共同的來使用相關的資訊 那這個相關的計畫現在進行到如何 是 馬尼丹海溝 因為它一旦發生地震 事實上會可能有很大的機率 會產生海嘯 而且會對台灣的南部地區 可能會造成影響 所以委員特別支持 氣象局辦理 就是往南部 部件八百公里 這樣一個海膽部件的計畫 目前這個相關的計畫書 呈報行政院核定當中 要是行政院准許進行的話 而且我們的鄰國也有意來合作的話 這個工作期大概是四年的期間 應該可以部件完成 那總經會要28億左右是不是 是的 因為它這個海膽有相當的長度 另外我們也期待能夠在菲律賓路上 也建一個站 當初跟氣象局所討論的說 至少向南延伸250公里 那也謝謝氣象局 非常的用心 我們向南延伸了800公里 因為我們相關的電纜的一個 海底電纜的布置 其實還是差日本 差非常的多 相關南線的總長度 以及相關的地震與海嘯政策 數量還是差日本 差非常的多 這個我們要求交通部 我們行政院來全力的支持相關的一個災禁的一個告房系統的完整的建立 另外最重要的我們必須還要更多元的讓民眾來接收相關的訊息 這個我們請氣象局還有NCC還有交通部 因為除了手機 那在過去我要求說電視在第一時間也挑出相關的警告訊息 現在也有做了 那我們更重要就是說 我們對於鄰里鄉下的這種鄰里或是社區的廣播系統 第一時間是不是能夠連接到 第一時間發布警報 這個我們可以去相關的思考 或者是像日本一樣 甚至它有的 這種 我們在路上買東西的那種購買機 在第一時間 它的跑馬燈也會挑出相關的系統 或者是電腦 尤其是電腦 第一時間也會 我們也應該跟各大的入口社群網站 來聯絡看看 看能不能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私底下再找相關的單位來做說明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我們李昆哲召集委員 下一位請 洪孟凱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 抱歉 發言之前我想先請教主席 主席今天您安排 國家災訪預測辦理情形專案報告 這非常重要 為什麼我們交通部的首長跟NCC的首長今天都沒有出席 是他們請假還是我們沒有要求他們到場 是他們有請假 那更重要的是相關的災訪告警系統 主要的負責單位是氣象局 以及NCC 所以相關的單位他們都 是嗎主席 但是 抱歉 我們想說現在疫情防疫最嚴重 現在最忙的應該是所謂衛福部長陳時中啊 大家看到他每天記者會 武漢包機 公主號返台 所有的事件他都清零現場 但是院會總質詢 委員會質詢 他一樣都沒有缺席啊 那我們是不是 最累最該休息的部長都沒有休息的情況下 今天到底有什麼重要的行程 還是會議可以讓交通部的首長跟NCC的首長 可以不用到交通委員會來備詢 我覺得這一點是不是請趙偉 下次如果有準假的話 還是要要求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趙偉 趙偉那我們是不是請今天的這個黃政翅 謝謝 請黃政翅 委員長 謝謝 政翅你長 我想今天剛剛聽到這個簡報喔 也是要討論我們國家災害防疫 那其實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啊 去年10月1號我想 國人大家都去嘩然就是我們南方澳 這個橋樑的斷橋 那之後 最近的報告指出啊 媒體也這邊顯示說南方澳大橋 有關儀式是未案圖施作還有設計的橋樑量身不足 所以造成這個橋樑的沉重跟強度 請教 這個部分您掌握的資料是否確實屬實 跟委員報告 目前的報告是由公路總局所提出 那公路總局還會把報告送到檢調 還有我們國家運安會 來進行 您看過這個報告了嗎 我有初步有看過 是 所以我現在請教 因為這個都是這兩天媒體的新聞嘛 所以媒體應該不知道這個 當然報告是怎麼流出 讓媒體這掌握我們不清楚 但是媒體已經有報導是說 儀式是未案圖施作設計量身不足 造成橋樑的沉重跟強度 而這個部分也是國人非常關注的 所以我們就先就教說 是不是真如媒體所報導 是往這個方向去做調查 這個報告內容還有在我們國家運安會 進一步會同來調查之後 才會有一個完整的結論 是嘛 真是 運安會歸運安會 它是一個獨立的調查機關 這也是去年我們交通委員會 因為普悠瑪事件之後 我們來要求成立的一個單位嘛 但是交通部也內部則成了公路總局 跟外部小組組成的調查小組 所以交通部有一份調查報告 運安會有一份調查報告 兩者不衝突嘛 本席現在沒有要請教您 運安會這份報告 我本席只就叫說 交通部公路總局內部 跟外部專家組成的調查小組 調查出來的結果 是否就成如媒體最近報導出來 講的這個事件的這個原因 我們公路總局在事發的第一天 我們就責成他來進行獨立的調查 公路總局的調查是屬於行政調查的屬性 調查的內容必須還要經過國家運安會來 進一步去確認才對外來公布會比較完整 所以對於目前公路總局的行政調查的內容 交通部是不以評論 是 政治 那這樣子我就提醒喔 怎麼會您剛剛講的又要再行政調查 又要再送檢調 又要再跟運安會這邊來結合 結果現在媒體已經報導出來了 那內部是不是有疏失 內部是不是有人把這個報導留給媒體 我覺得這部分可能內部也要去做掌握 再來 政治 您去年啊 11月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懲處報告 來送到您這邊了 那我先請教說 目前的懲處報告最高的層級現在到哪邊 跟委員報告 這一份懲處報告送出來之後 因為部裡面認為 我們行政調查跟事故原因調查還沒有完備 所以就先退回港務公司 等到相關的調查完備之後 我們再來重新再來巡視 好 來今次我提醒您一下喔 從10月1號到現在已經有半年的時間了 去年的11月初的時候有送一次懲處報告 當時您也收到了這個報告之後 您講是說因為只有現任的員工都沒有往上追 所以相關懲處報告被您退回 而且當時對媒體講是說 11月底以前要再送懲處報告 而11月底的時候 你說你已經有看到一個懲處報告 並且往交通部送了 但是到目前為止 懲處報告都沒有出來 懲處名單也都沒有出來 我們國人只想要確認的就是兩個部分 第一 這一件事情發生 到底它確實的原因為何 以及相關的人員是否有受到該應有的處分 第二 交通部有沒有記取這樣南方澳的一個不幸的一個教訓 未來應該怎麼做 所以我先請教您 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目前辦理的進度到底在哪裡 去年我的回答是因為原來的懲處的名單 只考慮到港務公司成立之後的作為跟不作為 那我就責成港務公司要針對港務公司成立之前 在港務局時代的作為跟不作為要補充之後 再送一份完整的懲處名單 那也跟委員報告 這個懲處名單在核定之前 我們是不便對外來透露任何的訊息 因為這個我們要尊重部最後的懲處的結果 所以我想如果您也有講是說 要尊重部最後的結果 這個名單還沒有確認之前不宜對外公布 那就不會讓國人一而再再而三看到了 你又有拿從去年的11月的時候 又有送懲處名單進來 你又退回 退回之後11月底你又再送 送了之後你又要求說交通部趕快來辦 國人只會看媒體來了解現在的進度 但是從媒體的報導這樣出來 我們只感覺到去年10月發生的事件到今天3月16了 事情都還是沒有進步的進展 要跟委員 你當然會覺得是說是不是行政效率上 或者是相關單位上沒有確實掌握 還是說內部是不是用什麼引擎 辦到哪裡因為發覺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辦不下去嗎 還是不願意再往下辦嗎 報告委員 這個懲處名單內部完全沒有引擎 完全是因為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完全是因為公路總局的報告剛剛出爐 好 真是 那依現在的行政效率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我們希望運安會的報告出爐之後 我們就馬上來完成 運安會報告預計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據我所知是在4月份 4月 對 那4月出來之後 預計我們交通這邊什麼時候可以讓國人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交代 南方澳大橋的這個事件到底所有的真相為何 4月份出來所謂的成因這一些我想運安會會有完整的報告 至於懲處 一旦報告出爐之後我們就會馬上來簽辦 好 我想這還是一樣啊 本席今天會用交通委員會這時間來跟次長這邊來救教 最主要還是因為國人非常的關心 尤其我們台灣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橋樑 而這個部分安全絕對是最重要的 也因此我們絕對需要真相調查 釐清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個真相以及懲處名單出來 另外一個部分 今天的簡報第12頁也有看到 109年度會完成特殊橋樑所立的即時監測系統 我對本席對這個非常的重視 因為本席的選區裡面有一個關渡大橋 每天有10萬輛的車次經過 那這個是使用率上來講可能是數一數二的 而2024年更會完成淡江大橋 淡江大橋雖然現在預計施工是120年的年限 但是即時監控也非常重要 是不是請市長這邊來說明一下說這個即時監測系統 橋樑的部分要怎麼運行 關渡大橋的部分 我們會淚入這一波公路總局特殊橋樑的監測系統一起來辦理 是 什麼時候會辦理完畢 這個一年吧 一年 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 來把它完成 現在你的報告裡面是全部都今年年底完成 對 那關渡大橋是在其中 是 對 但是我剛剛就講了 因為關渡大橋它10萬輛的車次一天 所以相對來講它的這個 絕對還是有輕重緩急 總共你的報告28座橋樑啊 然後你講說每個都是要今年年底完成啊 但還是有輕重緩急還是有先後順序吧 跟委員報告喔 我們關渡大橋正在進行結構補強 是 那這個系統也已經開始在設計了 好 是不是可以給我 給我個資料什麼時候會完成好不好 關渡大橋 沒問題 那淡江大橋是用全世界現在最新的系統 再進行 好 145個偵測器 好 正式謝謝 那另外我這邊也 簡單救救一下我們的NCC好不好 NCC主祕麻煩 好 謝謝 正式謝謝 來 主祕 是 那個我們現在這邊有一個這個災防市井系統 這個是 2012年那個時候NCC這邊開始來做這個掌控來開發嘛 對不對 我們只想請教一下喔 本席有注意到 今年2月的時候 有兩則災防警示系統發出來的訊息 其中一則是2月7號 是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喔 1月31號 有去哪裡的 然後請留意 是 這一則訊息很特別喔 它是由我們的消防署 消防署傳 來指示來發布 是不是 是 來 我們這個發布平台是消防署嘛 我們請教一下兩個部分 第一 為什麼這一個訊息是由消防署發布 第二個部分是 目前疫情持續的升溫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也就發了這一則訊息之後 然後又無效無息的 是 現在害怕說這個災防警示系統 不要再去加油添醋 不要再去添彩火 還是說 當初那個時候發布的時候有什麼樣的考量 那時候是一個郵輪 它有上岸 那整個都是CDC這邊指揮 然後 他告警說到哪些地方 曾經這些遊客去過 讓大家注意這樣 是 所以是CDC 是在疫情指揮中心叫消防署消防署去發布嗎 是 是 因為這個整個平台是 栽訪辦在 好 所以說 就您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從那一天之後到現在 疫情指揮中心也就沒有再指示 有任何的這個訊息要發布 因為現在 已經徵收所有的電視廣播頻道 隨時在跑這方面的訊息 所以民眾對這方面的認知 已經都已經 幾乎謹記在心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現在這個訊息指揮系統 其實也都是 這個 好 那私底下我再跟您請講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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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向洪委員抱歉 那在這邊也要跟洪委員做個說明 剛才因為要尊重洪委員的發言的完整 所以我現在才要向你做個說明 有關於相關議題的排定 以及邀請的官員 雖然是招委的一個職權 但是也會尊重我們各個委員 對於會議的一個詢問 那特別向洪委員說明的是 我們今天排的是專題報告 而不是業務報告 業務報告部長一定要到 而且要注意我們議程的安排 我們上面寫的是邀請交通部 不是列明說邀請交通部長林佳龍 我們看我們的藝術錄上面 就有明確的一個列明 我們這也很重要 是 然後第二個 因為疫情的衝擊 以及相關的交通 觀光 運輸 相關的紓困 以及振興的施行的細則 相關的業者 相關的產業的從業人員 都非常的關心 所以有向交通部要求 儘快提出相關的一個辦法 而且啊 對於交通部有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未來施展的 這樣施行的一個過程裡面 希望有更好更周全的 一個預算的安排 那今天部長跟那個主委 他們的請假留意 我今天明確的議程安排 就是邀請交通部 不是邀請交通部長林佳龍 我剛請教您 您講的是說他們兩個跟你請假 意思是說 你本來有邀請他們 他們兩個跟你請假 你現在又講出原版 就沒有 那到底你講的行動是不是 他們有跟我請假 但是我預先安排的 就是邀請交通部 已經很明確的說明 我們也尊重每個委員的表現 跟說法 謝謝 好 現在邀請陳歐破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邀請交通部黃次長 以及中央氣象局業局長 請業局長 鐵路局都副局長 請都副局長 我首先請教這個 這個東部海南監測系統 這個在分三階段的進行 現在最後一個階段 整個階段的進行 其實大家很辛苦我知道 但是這個馬祖計畫 這個是保佑整個台灣的大家的安全 特別是東部 這個六級七級以上的這個地震 大部分來自東部 那目前進入怎麼樣 報告陳委員 目前我們三月底要開始佈建 那在佈建兩個月左右 就能夠佈建完成 進入測試階段 那如果一切測試都很順利的話 應該在年底之前 第三期的計畫就能夠完成了 我們研定的時間是今年的六月 所以晚了半年 晚了半年 我想這個重大的一個建設 應該如期如此來完成 我對於沒有如期如止完成 我是對這個事情蠻擔心的 那因為整個預算的編列 其實大家當時也經過一番的爭吵 我們極力的爭取 爭取到結果公起 公起竟然沒有辦法如期的完成 那個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這個歸山島是宜然的精神地標 那它本身是火火山 在日前我們的龜頭崩塌了 這個竟然有一個學者跳出來講說 這個會有引發海嘯的可能 這是學者的中間研究院的學者 那到底有沒有可能 那個歸山這部分 確實是它仍然有一些火山的跡象 特別是在海底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看到它仍然有相當活躍的一些活動 那對於那部分的一些學者 它可能有一些學者的研究等等 所以氣象局對這一部分 並沒有特別感覺那一次是有一些比較嚴重的威脅這樣 所以我倒覺得說這個學者好像有點預測未來 甚至我也很聳聽 那幫他或許也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但是就馬上會引發海嘯 我覺得這個部分你們事後應該跟他溝通一下 因為民眾是看到中原鏈的學者 他算也是專家 如果有些信息上有落差 應該即時做協調處理 讓整個信息更完整 那第二點呢 這個全國降雨雷達 現在大概有幾處在設置 報告委員 現在已經完成三處 那另外兩處正在進行之中 包括在宜蘭我們原來有計畫建置一戰 不過後來在去年底的時候 開始民眾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所以在宜蘭的那個降雨雷達 目前是受到一些停滯這樣 那個局長齁 我覺得這個溝通很重要 跟社會對話很重要 你不要看鄉下 你沒有溝通好的話 他們反應會最激烈的 所以我也一直勸你們 應該把正確的信息 或者正確的知識跟他們講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雷達 是往天空上去發射的 所以會不會影響 這個都有科學的數據 跟當地民眾做說明 我現在擔心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雷達戰到底蓋不成 有些人 報告委員 我想首先非常謝謝委員 過去在建站 在找尋地點等等 給氣象局非常多的協助 那目前氣象局是朝兩個方向來做 一部分是地方政府 事實上也在協助氣象局 那加強對民眾的一些說明這樣 另外我們氣象局 也開始在選一個被選的地點 那這也是在進行之中 你氣象局給我的資料 今年1月30號有去拜會宜蘭新政府 然後甚至宜蘭新政府2月20號 有電話通知你們 趕快將相關的資料文件備期 再要申報開工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有的 報告委員 這部分確實是地方政府 非常支持我們往下走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建議你們 那個村長代表 休息民眾 應該大方一點 公開的去跟他們說明 那個可以去除疑慮 大家都要有正式科學的認知 我想對我們推動設置降雨雷打 才有實質的幫助 這一點你要先去做 要不到時候新聞一出來 連縣政府都會有人去抗議 好不好 謝謝委員 第三點就是說我們這個 台鐵 我們的高鐵天然障礙的疫情系統已經完善了 台鐵還沒有 我現在手邊的資料 北圍縣跟宜蘭縣的V級邊坡的 大概還有12處還沒有完成 那這些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這12處我們正在積極努力的在建置 那其中的3處我們預計在110年可以完成 那所有的12處會在111年來完成 這個是用工程改善的方式 另外沒有辦法用工程改善完完善的方式是 邊坡疫情系統大概有幾處 邊坡疫情系統一共有25處 其中在北回跟宜蘭的部分有5處 那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這個也是在111年可以全部來完成 我想這個跟剛剛這個馬祖計畫一樣 既然是很重要的一個系統 就不要延遲公期好不好 是 那整個這個災防告警的細胞廣播系統 這個跟我們NCC有關係 這個覆蓋力現在已經很完整了 那兩位局長和副長請回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隨著5G時代來臨 你剛剛講說可以在技術上可能再縮短一點時間 那可以更快一點嗎 以後5G如果完全5G系統的時候會更快 我現在就提到就是說 我們未來人口老化 老人人的人口一來越多 還有一些行動不方便的人 是不是技術上可以讓這些弱勢老者 或者是身心障礙者朋友 有一個特別的設定 來確保他們能夠確實收到 因為我覺得這方面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包括這個長照系統未來來講 這個也應該讓他們優先來 在每個長照據點或者是醫療院所 或者是說我們一些學會 有相關這些弱勢者的一個地方 我們來做一個特別的一個設定 有沒有辦法這樣再試考 目前因為我們在105年的3月就修改規範 所有新的手機在台灣販售 一定要可以接收到細胞廣播系統 所以105年3月以後的手機都沒有問題 包括為您所提的一些老人機 或者說比較特殊的手機等等 好這個我想NCC還是要注意一點數位落差的問題 是了解 那我之前也跟你們提過 你們有建置好的 要去看看為什麼使用功能沒有達到 到底是什麼原因 不要隨便提一個計畫出來 告訴我說是什麼原因 結果不是那樣子 好不好這個不要再換了 那最後我想請次長來談一下 這個交通部管理的業務真的很大 我知道交通部很辛苦 那我們最近這個武漢疫情 越演越烈 那對台灣來講 大家對未來這個景氣的復甦 或者是說事業的經營 大家都很大的餘力很困難 我知道 我在這裡也承受到很多相關的 我們觀光理數業者 交通運輸者 他們對於現在目前政府的紓困跟 振興的計畫 不了解念容 那這個資訊 這個落差很大 農委會 農委會 上個禮拜 農委會主委 就帶隊到地方去說明 我覺得交通部至少要做到這一點 由次長帶隊到各縣市去說明 我覺得各部分應該動起來 因為既然大家很希望你們來急救的時候 你們不曉得他們在想什麼 我想這個我們交通部 監管的單位相當的多 包括我們公公理數業者 交通運輸業者 也相當多的一個 需要我們交通部能夠很明確 把政府整個特別預算的使用 或者他們舒服的方案 能夠很即時的讓他們了解 否則他們現在 真的是蠻擔心的說政府 看得到吃不到 有的人說看不到也吃不到 撒部分看得到吃得到 所以這個部分 政策的方案的落實 還是需要跟人民對話 這一點我請次長表示意見 總委員報告 交通部剛完成了六場 由次長親自帶隊的地方說明會 那交通部也在第一個時間公佈了所有執法衍生出來的辦法 現在都已經上網了 那近期其實最重要的是有寬紓困貸款的部分 那這裡要感謝行政院也整合完成 今天也開始受理案件了 那這一部分交通部也責無旁貸 將來一定會參加這個跨部會的這個平台 針對所有的需求 每一個案件 我們都盡量全面確實來掌握 針對有問題的部分 我們也會全部確實來加以協助共渡難關 好 那個我想針對縣市民眾 這些看到新聞報紙報道的 事實上是他們一知半解 那也感謝委員最近也辦了兩場 部裡面也都有參加 對 我想說請有一個相關部會 大家能夠重視這個事情 然後做整體的說明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主席在這邊也做個簡單的補充說明 那我們今天所排定的議程是邀請交通部 那部長一定會基於尊重 趙偉的一個職權 一定會說明今日有重要的其他行程 那是否指派其他的首長來參加我們今天相關的練習 其實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安排的練習的官員 以上做個簡單的說明 交通委員會都會尊重每個委員發言的內容 來 現在請趙正宇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我們也非常尊重趙偉的決定 為什麼是趙偉 就是代表我們這些立委來決定一些事情 那趙偉請那個我們氣象局局長 夜局長 請夜局長 還有NCC主密 蕭主密 請蕭主密 還有防災辦的副主任 黃副主任 請黃副主任 請黃副主任 先請那個夜局長 韋聖定 郭文綺雅老師 許議員好 那個氣象局整套的預警系統是你們最重要的嗎 是不是 這個不管是大雷雨啊 地震啊還是我們海嘯啊 颱風啊 等等的那個預告警告 都是由你們來處理的 但是你們的資訊要能夠很準確 我們的預警系統才會有意義啊 是不是 那你們那個超級電腦買了多久了?用了多久?2012年開始到現在幾年? 是,這部分超級電腦事實上是已經用了大概五六年了 那目前氣象局事實上已經有提到一個計劃,而且獲得行政院的核准 所以從100...明年經費是從110年開始編列 為什麼要講這個,這對我剛才講的準確性很重要 我想這個電腦它去分析,不管是颱風、地震什麼東西 那要預警,那在你們獲得這些資訊資料之後 由你們專業人員去判定,專業的人對不對?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以前跟你講,四、五年前跟你講 我們的預報氣象很不準 這個每次講了半天,說明天會下雨沒下雨,還晴天 說明天颱風會來,結果放假 也是大晴天 這準確度太差了 那這個超級電腦對我們這個準確度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只有到77公里嘛 那麼台灣這麼小77公里是非常大的 如果今天在大陸在美國那沒話講有沒有 7公里,這誤差範圍是很好的耶 有沒有道理 台灣是這麼小一點,你看 南部跟北部才這麼短距離 它的溫差就差這麼大 然後天氣就變那麼多 我想這個超級電腦一定要趕快更新 這預算已經編了,是非常好的 不過那個,剛才講了 要不要上班上課也要靠這個 有沒有,你們的預測嘛有沒有 準確度來評斷 那一般都是以前我們講說 人力總數最好是它來決定 要不要上班上課 他們還是推道給你們嘛 縣市首長嘛 是不是 所以說這個 預測這個上班上課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NCC 那個NCC 我為什麼要問你這個問題 是,你好 那個葉錦,謝謝 那上班上課是最重要的嘛 是不是 那到底是人事總處還是你們 你們有22項嘛 拿掉一項是不是 我看了一項 22種嘛對不對 23種,然後人事那一項 那就拿掉嘛 就變22了嘛 對,沒錯 那一項很重要耶 是 特別把它拿掉,為什麼 你們,是你們要拿掉還是 行政院,還是人事總處 你要先說清楚 這個平台是在訪辦整個在負責 能不能上課要他們審查 通過之後 在訪辦 是 副主委 你說吧 你先說 對於停班停課當然是民眾非常關切的議題啦 那因為停班停課這個告警喔 從他之前我們上架通過之後喔 之後因為其實所有的媒體對於這個部分都已經非常的關切 所以他們經過很多的人事總處的考慮之後 他們決定說因為這個權限在地方政府 所以他們其實透過很多的媒體 其實民眾都可以第一個時間掌握好了 副主委 高警這個訊息很重要 是 為什麼很重要 一般我們要等什麼 先是首長 他到底有沒有睡覺在那個管制中心我也不知道 應變管制中心 他五點起來或是六點起來 是老百姓起來耶 民眾起來 為什麼 他到底要不要上班上課他會緊張啊 你知道嗎 他幹嘛看電視 但是如果有這個告警的訊息 他發出來簡訊一看就可以看到嘛 是不是 有沒有道理 他才能做準備嘛 這是不是非常好的 是 啊不管你今天人事總處的行政院 他取交這個第二 二十三種 有沒有 第二十三個 取交這一項 但是我覺得喔 戰防棒雖然是二十五個人喔 那人家說你們現在是收發中心沒做事了 有二十五個人要收發嗎 有這麼多嗎 不會啦你們還是有做事嘛 是不是 雖然是人少但是還是有做事 那這個 告警的訊息喔 我覺得還是要協助一下 雖然 雖然權利不是人事總處也不是行政院 有沒有 放假的權利 但是他如果跟你們講 你們給配合 因為你們這個也是不用錢的嘛 是不是 當初那個業者有沒有 在標的時候沒有 沒有 他是免費幫我們用這個東西 那剛剛其他委員有講 欸 怎麼他有收到那個什麼武漢肺炎的那個什麼訊息啊 怎麼樣 這個 我看到資料你們說百分之一百有沒有 沒有 沒有問題嘛 對 接收百分之一百 那我們在座的有幾個人有收到 我剛剛問了這樣走進來走出去 你有沒有收到 你有沒有收到這個訊息 是 我也沒收到啊 是 是不是 很多人就沒收到 我自己本人是有收到 他所謂涵蓋率百分之百是每一個基地台 他的一個部分都收到 他這個科技有一點像是廣播 就是他廣播出去 你在這個基地台 涵蓋範圍內 你會收到 都會收到 那我們涵蓋外就沒有辦法收到 或許是 那這個立法院這個地方是涵蓋外還涵蓋內 一定是行業內 可能是有時候沒有關機 沒有那個 紅樓上面有幾支 你去算算看 是 應該是 那這個我們 該有的全部都有啦 NCC來說 是 發委員 我們這裡提到百分之百 就是指說 我們的災訪辦這邊用這個平台 送到我們的基地台 是百分之百可以收到 那基地台再發送出去 那個用戶終端 能不能收斷 目前應該是有九成以上 那但是你如果是設成所謂的 空 就是 飛航模式 或者你關機 那或者說 你的 機器 都沒有去更新 它的論題 等等 或者說 這邊根本就是信號不良 等等 這些都有 可能產生說 收不到的狀況 那另外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你的手機是 在語音通話 就是它傳統的3G的 語音通話的情況 因為它系統的特性 對它系統的特性 這方面也沒有 語音通話就不行喔 對 傳統的3G語音通話 那目前你如果透過LINE 透過其他的 網路的通話就可以 那我問你現在已經4G 要5G了耶 是 那3G還很多人在用嗎 快很少了吧 幾乎都沒有了吧 語音部分比較傳統的都有 都有嗎 就所謂的CS4BAC 4G它的語音通話 它可以回到3G CS4BAC 我知道有說覆蓋 有沒有 一個地區不一樣 這我知道 對 也可以用LTE的方式 就不會有這種情形 但是你如果是回到 傳統3G的語音通話 那你覺得5G的時候 會不會這樣子 那訊號更快啊 速度更 更不會Lag 會不會這個樣子 這方面一定會去改善 那5G就 我跟你講啊 88%的人都很 認同這個東西耶 是不是 為什麼 這個以前剛才不接受 為什麼 沒事在那邊證啊 沒事在那邊訊息 有沒有過來啊 跟我們講這些 他們覺得很麻煩 很囉嗦 很煩 現在不會耶 現在一受到喔 原來地震喔 怎麼剛才沒感覺 喔原來颱風要來了 原來怎麼樣 武漢肺炎要注意什麼 要洗手 要怎麼樣有沒有 要預防 現在這個訊息喔 有沒有 告警的訊息喔 大家都非常接受 對不對 是不是 有沒有道理 那我覺得 我們已經進入5G 不能有這種 這種有沒有 露死掉的有沒有 問了半天 晚上出去問了5個人 5個人都沒收到啊 我自己也沒收到啊 難怪我是用什麼 雜牌的手機嗎 不是 不是 就像你講的什麼3G 4G有沒有 大家會在通話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 語音通話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進來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要 排除這個問題啊 但是更大的情況就是 他是設定一個範圍裡面 告警 不是全部都說得到 他設定的範圍裡面 才可以說得到 是這樣子 是 每次都設定一個範圍 那我另外講一個 這個 既然 我們台南啊 有一個禮啊 你知不知道 他上次有那個 我們的 登格勒嘛 對 有沒有道理 那個 開山禮啊 設定成全國 全國 有這種烏龍的啊 386公尺 變成386公里 是是 差距 這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省不對啊 這個很多人會誤會耶 這設定不對的話 誤會很大 為什麼 民眾在這邊講 哎呀政府要亂花錢 他不知道這不要錢的 你知道 他認為簡訊就是 一通要一塊 你知道 政府花了一千萬 有沒有 搞烏龍啊 浪費那個納稅人的錢啊 是 所以這個東西啊 你們386公尺 和公里差距 所以你們是不是 要覺得要檢討一下 對這個系統會 裁判方要講一下吧 你們有事情啊 趕快講啊 謝謝委員 對於這件事情的關切 其實 行政院對於這個部分 院長特別的關心 所以對於 這件事情 我們有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開山禮事件 我們去各個 發送簡訊的單位 去盤點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那這個 這命令是誰給他 這訊息誰給他 是你們嘛 這個是疾管署 疾管署給你們 你們在給他們嘛 是不是 對我們給這個 NCDR再傳送到 業者端 這樣子 你們當初寫的是 386公尺還是公里 這個是 使用上的問題 所以這系統已經 經由機關 使用上的問題 不是你們給他的 數據有問題 因為他們設定的部分 範圍 剛才這個 主命有講 這個是範圍的一個部分 我跟你講這個會造成動亂 會怕 人家說 他沒有看清楚 我們這邊有登革熱 你知道嗎 是 有的人會看很清楚 有老花看不到 有的人只看他登革熱 人家插給他蛋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部分他已經改 有的人他不會把全文看完 就算有的人看完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 開山裡在哪裡 不知道 是不是 虎頭山有老虎 對不對 有什麼虎頭蜂嗎 不是 他會認為 民眾會認為說 這個是不是在我家附近 這造成誤會 造成社會的問題 雖然是不用錢的 但是也不能亂花錢 也不要 要改善一下 謝謝 現在 請邱顯治委員發言 邱委員發言完畢之後 休息十分鐘 請問一下 主席有請交通部政策 請黃政策 以及高工局局長 然後公路局局長 請陳局長 以及台鐵副局長 請都局長 委員長 次長招 那次長我看了你這個專題報告 事實上我在這邊 必須要對這個氣象局表達敬意 說實在的 真的表現得非常好 這個星期六 這個就是我們的氣象節 那事實上很多的在氣象局的同仁 我知道都非常辛苦 包括因為我過去常常在登山 在玉山北風觀測站都有我們的同仁 那因為大家努力才有這樣的一個 台灣的這個安全 那但是呢就是說 次長你自己是UC Berkeley的博士 然後在交大這個土木系任教 那我的疑問就是說 同樣這樣一份報告 我今天很認真在看 我看了兩天 因為對這個領域我一開始 我沒有什麼接觸 那我很認真的在看 然後找資料之後 看了兩天之後我覺得說 像說這個次長你在擔任老師 那你的學生有的表現非常好 有的表現非常糟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對 這一些表現非常好的人給他獎勵 那對這些表現不好的 至少我們要讓他知道說 你的表現似乎出了問題 然後讓他知道讓他有改進的機會 對 跟委員報告 對 交通部要特別感謝我們大會 近年來對這個議題的重視 那也提出了非常多的指導 那這一份報告呢 主要還是針對這幾年的一些新的作為 是 那我的疑問就是說 你看 我等一下 讓這個次長也可以看一下 你看 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天災頻傳嘛 因為不管是氣候變遷或怎麼樣 就是說 好像就是說交通事業 第一時間都會受到重創 那次長你知道說 在行政院啦 所公佈的民國107年 這我國的重大災害裡面 前三名 是哪幾個災害嗎 主要還是地震 颱風跟土石流 對 但是你看一下 一個是震災嘛 就是你講的花蓮震災 這沒有問題 然後有17人死亡 損失了6億 823的水災33億 但是第三名就是普悠瑪的事故 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交通事故的發生 然後在我國的行政院的報告 在防救的白皮書裡面 是第三名 那 就是說當然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啦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你看像這樣的一個 邊坡的走山 次長你應該有印象嗎 這是細緻的部分 對 那我想請問這個局長 高速公路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多恐怖 我們塞車鬼行 結果發生了這個走山 那導致這麼大的一個傷亡 然後 那個 還立碑 立碑之後 還有一個音樂會 那請問高工局目前 對這樣的一個邊坡的走山 對這樣的一個邊坡的走山 有什麼樣的作為 或有什麼管制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是針對這個邊坡的部分 做很完整的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調查 好 那多處的邊坡 大概都已經做分級的管理 那 所有的一個邊坡的話 對於那個地毛 那些都重新來做一個檢查 邊坡有做分級的管理 這個我也有去研究 所以你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交通部訂定了一個公路邊坡管理規範 那就是說 一個A級的 B級的 C級的 D級的 然後他有各自不一樣的評估跟分級 這樣對嗎 是 好 那我就要來問你啊 你看一下 就是這份報告喔 所以我剛剛跟次長講了說 同一份報告 當 那這個 國會議員拿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 欸 這個氣象局做了什麼嘛 台鐵報告什麼 高鐵報告什麼 看下來就是這樣子 齁 那台鐵 他有沒有按照這個 邊坡分級來報告 有啊 台鐵有這樣報告 A級邊坡0處 B級邊坡17處 C級邊坡1381處 D級邊坡2655處 那 他怎麼樣在做這個B級的補強 高鐵有沒有 有啊 那我要問公務總局跟 這個高工局啊 尤其是高工局 你都已經 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結果你在這一本裡面 是空白的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A級 比較最嚴重的A級B級 目前都沒有了 現在只有那個CD級的齁 那大概CD級的齁 對啊 但是你 局長你了解我的問題嗎 就是在這個裡面齁 你的地方是在第八頁齁 你的地方 他是在第八頁 那你的 你的地方呢 齁 公務總局是第十一頁以下嘛 齁 那你的地方是在第十三頁 你第十三頁 重點 設施監控 齁 第二點 編坡 你只有不到十幾個字耶 防汛重點 編坡71處 設置自動化監測儀 哇 沒了 我現在就是要 看說 我要了解到說 到底你有沒有在重視這個事情嘛 跟委員報告 我們要處理的 訊息之前 要處理的是A級跟B級 目前都處理完畢 我知道嘛 但是你現在 你這個 市長你自己看一下 如果你的學生論文這樣交出來 設論口是有人要怎麼審查 這完全沒辦法審查耶 我不知道你做了什麼 齁 是 然後 你這個是一個交通部的 國家災防預測的專題報告 對不對 齁 好 那公路總局 公路局我要問你啊 就是 第十一頁啊 對不對 完全沒有啊 你知道嗎 台鐵高鐵也有啊 你完全沒有 呃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呃 因為我 呃 我們也有相關的一個分級的管理的制度 而且我們不只是 呃 定性的 我們還進 甚至進一步進行到所謂 是不是高工局啦齁 我知道高工局 我們把相關的一個報告送給委員 對 你是不是應該要提來委員會 不然的話 人家怎麼知道說你在做什麼 我相信你應該有做 但是我不知道說 你這樣到底是做了什麼 齁 那接下來我要問台鐵啦齁 就是說 你看一下 在這個災害防救裡面齁 事實上這個 台鐵綜合調度所 齁 他要負責這個 這個第二點的這個 第二項 由綜合調度所監控地震 然後三級強起的列車啦齁 開始限速 五級的時候呢 就要列車停止這樣對嗎 對 對 所以這個調度所 基本上他就是用來監控地震 跟聯系列車的調度啦 如果有災害防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主要是由他負責 對 所以應該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嘛 就像這個媒體報導 調度員角色多重要 他是一個靈魂的中樞 這樣對嗎 是 對好那你看一下齁 這一個調度所的所長 因為魏靜澤 所以他被彈劾啦 局長 副局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 好那 這個調度所 因為他沒有發現 這個ATP的遠端監視系統 所以 他被彈劾 那我現在要問你啊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嗎 這個是哪裡 你看得出來嗎 你有去過調度所嗎 有 我有去過 你有去過 那這個是你們的調度所嗎 你要不要看一下 對 這是調度所的內部 對 因為這個看起來 事實上我們沒去過嘛 齁 那這個看起來就是 牆上有一些東西 齁 那現在 我們的這個 這個 陳情人啦齁 齁 齁 這一些 在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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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身體 你知道嗎 你到底有沒有去過 有 我有去過 那你去的時候 有看到這樣嗎 沒有 沒有 那為什麼沒有 齁 陳情人有講嘛 綜合調度所 仗著進出要壓指紋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對 要壓指紋的時候 不擔心外人進來要查嗎 因為陣風單位沒有人 有指紋可以進來 所以長官如果來的時候 譬如說你來的時候 這些睡覺的人 就會喊說 長官來了 那所有睡著 跟看電影的人 就會馬上恢復正常 你了解嗎 了解 所以今天我們在討論 這個災害防救嘛 我們今天在討論 一個災害防救 而且 你這個調度所 綜合調度所在哪 在台鐵上面嗎 在 現在在台北車站的時候 對啊 所以你現在把它綜合集中起來 在台北車站 對不對 那今天有可能 有在台東地震 有在屏東地震 台北沒有感覺嘛 還是繼續睡 如果這樣的話 那是一個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是 跟委員報告 對 真正地震的話 我們全部環島路網的 測證儀 都會連線到總所裡面的 它會有alarm 然後各地的 我們的這個測證儀的主管 也會馬上跟調度所說 所以我就要跟你講嘛 你現在這個災害防救 看到你的報告的應用情形 是要分給 綜合調度所是做監控地震 所以你應該去查明這件事情 我用意再說 你應該去查明這件事情 那次長 如果說 這個災害防救 調度所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接受嗎 你了解我意思嗎 健身 睡覺 看電影 報告委員 這個我們會來了解 工作要有工作紀律 是啊 那而且前面的調度所 普悠瑪事件的時候 已經被彈劾了嘛 那 你剛剛局長也有講嘛 這個是他的靈魂的中心嘛 齁 那靈魂的中心 結果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旅客的安全怎麼辦 那副局長 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就有問你 到底是說 不要讓人家看到這些 ATP的資料比較重要 還是行車安全比較重要 你跟我說兩者都重要嘛 那我現在就要再問你啊 你去過調度所嘛 你都沒有發現嘛 如果這一個人 看不過去 然後他沒有提出來 來跟我們講的話 你還是不會發現啊 你懂我意思嗎 是 所以 我跟你講啦 真的啦 法務部都已經提出了 這個公益街壁保護法了 這種人 他是為了台鐵好了 你看人家氣象局的表現 齁 那你是不是應該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發現到的地方 有一個街壁的人 他應該站出來 他站出來說 我為了台鐵好 不能夠容許這樣 都在睡覺的事情發生 如果下一次 有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責任你也扛不起啊 是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人 我今天 我為什麼要把它 遮住這麼多 因為我怕你認出來 我覺得這很悲哀 我本來可以再給你更多的訊息說 人家基層到底在 為什麼要站出來 就是因為看不過去了 整個調度所裡面 你按指紋進去 結果長官不能按指紋嘛 長官來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有當過兵的話你就知道 我當兵的時候 長官來的時候所有人也都知道嘛 所以 你應該有其他的方式 去處理說 是不是能夠 讓大家能夠 靜靜夜夜的工作 那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 而不是說 提出一個問題嘛 這個人提出這個問題之後 你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發現問題的人 這沒辦法接受啊 你了解我意思嗎 對我們會來處理 好 那你是不是可以 這個事情調查之後 能夠有一個報告交給委員會 來看說這個台鐵調度所 到底現在的工作情形怎麼樣 好 是 那要多久 呃 你自己講沒關係 好 那要跟委員報告 這個兩週內好嗎 好 兩週內 對對 把這個台鐵中和調度所的工作情形 交給委員會來看 好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委員 現在休息十分鐘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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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題 謝謝主席 謝謝主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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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一年 2018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有 感谢观看 电信 再回答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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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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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